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艘这个澳洲的煤 其实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行驶了 然后开始行驶了一个礼拜 不知道它的目的地是什么 那昨天终于知道它的目的地是湛江 那就确定了要到这个南方的钢铁生产中心湛江 当然这个一艘运煤禅的量是非常小的 可是它意味着是中澳关系上面 打开机会之窗很重要的一步 其实不只是如此 所以有一个消息 一方面中国大陆其实重新恢复了对日本的赴中国大陆的签证 而另外一方面 日本也打算要放宽对于中国大陆的边境防疫措施 一边是澳洲一边是日本 你们都不能小看这些举动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经济交流的积极讯号 我觉得防疫的防疫的举动了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其实它它是可以很科学去看待 本来就是啊 那把防疫当作是政治话题当作是政治工具啊 那个超无聊 因为所有的政治政治关系都是可大可可小的跟你用的语言是有关的 你也可以呢把它放一边用用比较理性的方式讲话 你也可以把它像是美国的这些军头们 每件事情的都做最恶意的解读 而且看着水水晶酒讲空话 那个呢也会制造很大的仇恨感 你要拉仇恨还是要拉和平 这个呢非常非常不同 可是在防疫的问题上面 你最简单就就是中国大陆1月8号解封了嘛 解封了之后包括台湾 台湾也有很多的官方数字数字啊 台湾的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 每天都会公布小小三东进来的阳性率是多少 大三东进来的阳性率是多少 小三东进来几乎零 净乎零 就是都非常非常少 那当然那都是两岸之间 那大三东就更有参考的价值 因为世界各国的人都会都会都会进来 进来了之后 第一个中国大陆的阳性率一直都很低 而且没有比其他的国家高 一开始的时候有特别的高了 就刚开始那两天 但是但是后来已经降到了就百分之六百分之七 是到了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水平的时候 那那那你风塌干什么呢 你根本连政治理由都没有啊 所以日本跟韩国其实也看到了这些的数字没有必要 所以呢就就就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 当然就会把这些口水呢 就带过去 今年其实也是疫情解封的元元年 那拜登已经宣布了 反正呢这紧急状态呢要结束了 接下来就去看WHO什么时候做一个正式的宣布 全球疫情的就是说呢流流流感化 感冒化大概呢就确定了 剩下就是个别应对 台湾呢可能这个礼拜呢 就是口口罩令 室内口罩令呢也就拿掉了 可是在澳洲的部分来讲 那个是另外的的的逻辑 就是双方在过去的关系的紧张 你回头来看有什么真的真的大不了的事吗 其实没有啊 其实就就是政治人物的腔调跟嘴脸的问题 就是Morrison当他不断的要高举反中的大旗 当做他选举的筹码 不断的呢在他的战略也研究所 释放出那种的反中的讯号 拉仇恨 甚至于连王立强这种的小小咔咔小混混 都能够呢炒作一大波的反中的议题 双方的关系怎么可能好 就是我即使作为一个领导人 我都没有办法去说服我自己国内的舆论说 那个是少数政客的话术 我们不要理他 没有办法 你今天看到的澳洲 中澳的关系是最莫名其妙的关系 根本没有必要走到像是过去两三年那种的情况 就政治人物操弄出来的紧张 没有错啊 你你你甚至于连连连包括了南太的所罗门啊 那这些问题都被呢炒作成中澳之之间的战略对抗 可是当你工党上来了 三言两语之后 那个那个空气就突然间不一样了 我说政治这种事情 他的麻烦就在于他真的可大可小 往往在于政客的脑袋里面在盘算什么 我们不知道而已 嗯他的盘算才是最重要的他要把一件事事情要拉仇恨他一定办得到但是如果他忽略仇恨的那部分觉得呢我们的和的和平是最重要的他也可以办得到不要跟着政客起舞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澳洲他只要在调性上面做一些调整修正之后 其实这只是一个开端啦 因为那个一艘船的运煤炭 他终究只是两岸就是中澳之间的煤交易当中的零头当中的零头了 可是一旦这一条路通了 嗯 你后面其实你就会发现说那个窗户就越开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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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最后就是一个大门打开 嗯 好那这是中澳关系上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刻 嗯